当空调遥控器 被我家狗狗保管之后 天哪就守着遥控器 也不给别人 小气鬼 给你 你帮我开 你自己弄 你还真按哪 那家伙 你这样调到24度 拿过来妈 帮你调高一点 谁又不拿走你的遥控器 小气鬼 你就守着吧 2 hours later 干嘛 干嘛了 帮我开门 你要干嘛 我要出去 当我以为这家伙 是想要尿尿 结果这家伙去 把他的小破坦拿进来 还知道他坦子进来是吧 现在知道冷了 刚刚叫你把遥控器 给我不给了 你看现在知道冷了 还要盖毯子 又要开空调 还开得这么低 现在又要盖毯子 知道冷了是吧 遥控器放哪里去了 兔兔 好家伙 还知道把遥控器藏起来 拿过来 就放在这里的 你干嘛呢 把遥控器藏在这里是吧 你好有心思啊 你这家伙 还不给 不给妈妈是吧 这家伙800个新眼 遥控器呢 果然藏在这里的 叫他拿过来不拿过来 就装成样子 谁让你把遥控器藏在这里的 拿出来 把遥控器拿出来 鬼进的不得了 以后不许调这么低 听到没有 好 躺好了 不许再藏遥控器 听到没有 原来狗狗也知道 哪凉快哪呆着 这几天开始热起来了 我就把床单换成了凉席 结果徒兔这家伙 现在除了吃饭和上厕所 基本就呆在我的床上了 叫也叫不走 关键是他自己开完空调 还是他把空气藏起来 为了不让他 总是待在房间不出来 于是我在客厅 拿手机把他的空调给关了 果然没过多久 这家伙就出来骂我了 你好好说话不行吗 你看 过来 你看妈妈给你买了个什么好东西 非要躺床上吹空调 你看到我拿了个新的冰店 那速度跑的 舒服了吧 享受了吧 你看 马上就躺下了 叫他到我旁边了 还嫌弃我热 非要自己睡在冰店上 现在是溜带一圈 上个厕所什么的 回来都要躺在冰店上休息 还把自己的老朋友 也带到冰店上去了 因为平常床上 我是不让他带的 看得出来这个家伙 是真的很喜欢睡在这里 来一点 我尝尝啥味 算我求你了 就一点点 你忍心吗 我说了 给我来点 你知道的我 从小就离开了妈妈 哇 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